雖然新星有誇獻 但是透過藝術創作 以為能取回生命的創作力 中華藝術館無情等級版一張獨特的電欄 這是由一陣無港綠北的新星獎愛者 它應兼容的意志和人量 適合生天的獎愛完成一百獨特的藝術創作 雖然一筆一位對創作家來說都很困難 但是只要有新 生命是充滿希望 社團發明臺灣綠綠協會 屬於一陣無港綠北新星獎愛者所作成 因為聚合生天獎愛 跟每一載到港綠對話完成一百獨特的創作 這個化化協會是針對這些18歲以上的孩子 那爸爸媽媽如果有空的話 就帶他們過來這邊做化 那我們這邊的話 比較特殊就是親子供學 因為其實很多孩子如果說是行動比較不方便的話 媽媽大概就是一個孩子在家裡而已 那你說媽媽要去學東西也不方便 帶著這個孩子 那我們是 孩子可以到學會來 然後畫畫圖做做拼布 那我們的老師又是 是屬於就是學特殊教育的 在藝術醫療方面又是很有經驗 那所以我當初會進到學會進來也是受到那個創會理事長蔡老師的感召 那我覺得就是說 孩子在這裡面受到很大的鼓勵 而且他們也很有自信 因為我們不會抹殺孩子的專長 因為它 它是屬於什麼障礙類別 那我們就依據它的 它的特性 然後去發掘它的潛力這樣 台灣偉偉協學會 除了有尊對 心心中的這些所創造的到學科上之外 還有這幾個基盤藝術展覽 將心心中的這些創造推電到每一個角落 針對我們身心障礙的朋友 它的這個藝術畫畫的創造展 我們的竹夢計畫來做一個展覽 我們看到這些身障的朋友 有這個智障 有一些腦心麻痺 頂頂的現象 這些殘障的朋友 那麼經過藝術畫畫的訓練之後 讓他們建立這個信心 讓這些生命的鬥士 能夠在逆勢環境中 能夠求生存 求發展 將他們的創造理念 將他們的藝術作品 來做一個很好的展覽 這項展覽為今天開始 一直到5月16日為止 歡迎鄉親有時間可以前往館上 作為欣賞到鼓勵 這項熱愛生命藝術創造者 新中華新聞 北民林中華 蔡宏報道 發展